前段时间 那个硅谷出现了大量的裁员潮 为什么呢 因为然后对于现在来说 一个资深的程序员 他有80%的代码 他是借助于那个GPT来写的 他的另外一个产品叫做Copilot 所以我在写很多程序的时候 我不需要从第一个字母写到最后一个字母 我现在只要告诉他 我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 然后那个Copilot就会把这个 代码给我生成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然后程序员 然后大量的事业 特别是初级的程序员 我们再说一个律师 我们知道律师是一个高度专业的 这么一个行业 但是将来的法律文书 将来这些东西都可以用 它的GPT来生成 而且然后大部分都没问题 只需要资深的律师 来做一根小的修盖 然后就可以 然后我们再说他可以做取 我们自己实验室 做了一个小的测试 那个GPT呢 我让他模仿 贝多芬的生成音乐的这种方式 来生成一段 类似于贝多芬的这么一段音乐 完全是既然就生成了 我让对音乐有一定修养的学生来听 你来看哪一段是机器 生成了哪一段是贝多芬生成的 然后结果是五十五十 大家完全不能分别 所以说对于这种比较初级或者中级的这种音乐 我们已经完全可以靠计算机来生成了 比如说然后再说一个 比如美食博主 美食博主你分享 要分享一个食谱对吗 你可以问其他的GPT 我现在需要一个有巧克力的 然后加上面粉的 但是呢 然后要低汁低糖的 然后那种健康的 味道那是偏咸的还是偏甜的 你可以给他一系列这种要求 然后就很快给你生成一个食谱 而且这个食谱还真的可以做 而且做出来还非常好 谢谢大家